大家好,我是QQ 我们这个油漆工具到了 趁着这两天天气好 我赶紧把这个茶桌光油给它油了 它是油这个很麻烦 我买的那个是水性的木辣油 它是要油一次 然后两个小时又油一层 然后两个小时再油一层 弄掉来的话要六七个小时 这一粉粉刷酱 是这个颜色 我买的这个叫做花梨色 讲话 好像好丑 倒一点出来 我怕到时候没用完的话浪费了 好丑啊,你看这个还得加点水 这个漆 它是那种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的 非常的淡 它是那种环保器 加一点点水的根 OK,开刷 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怕这个颜色太美 搞得我都不敢使劲涂 因为还要刷第二遍 OK OK,在第一层就刷完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下刷下面 赶紧刷 不然它那个越来越干了 OK,第一层有点油完 我感觉这个颜色 是不是没干的原因呢 跟我想象中的花梨色好像区别有点大 天啊,留在这里等待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再来留一层 然后再打一层 很光油 OK啦 其他它的产品 嗯,干了干了 我感觉好像刷得蛮厚的 不用刷第二遍 再刷一遍吧 再刷一遍就OK啦 OK啦 就是第二遍已经刷完了 看着光泽还可以吧 看着还行 看着还行 好 哎呀 费的蛮大功夫 搞了一天还没搞啊 还得等两小时 两小时过后还得刷一层那个 光油 就是上面就感觉那种 我们的木材啊 那个 有点透明透明的那种 反光的那种光油 好,坐等两小时啦 看一下 干了怎么样啊 干了这个颜色的话 就跟 花里色差不多了 啊 凉汤汤啊 可以了啦 凉汤汤 干了 干了 洗完要 24小时 24小时后就干 可以刷一层光油 现在还没有刷光油那样子 这个亮光光 长光光 这个光油跟我这样 看没有埋 来 试一下 有点稠 加点水 它是对水啊 这里是对水 对水呢 没那么稠 刷上去好刷一点 其实那里面 咒诱是没有什么咒诱 比如现在那边很专业的 目光了 现在高不尊业了 这个搞起来 你现在去买新的 应该都是两三千 最齐吗 不得不得不得 这是实木的哦 那天我去看那个实木是六千多 还不带 那个椅子 这是实木的贵 我以为现在木材 木材太贵了 木材贵 这样子 如果干了就这样子就好笑了 哈哈哈哈 那还高 大型翻车现场 不会的不可能的 不会的 不可能的 嗯 不可能的 有你将就了 哈哈哈哈 搞我姚啊 不可能的 阿比喻的 有期公告室 全封闭 改行 全封闭 加班搞 马上 OK 终于完工了 我天呐 太不容易了 真的 腰痠背痛 哎 终于干完了 还可以吧 它那个 干了之后啊 那种泛白的就没有了 它这个光油应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像那种牛奶一样 然后干了之后就非常亮汤汤的就没有了 自己DIY弄出来的 也许这就是DIY的乐趣 自己完成 看着它一步一步完成 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啊 给它放个 嗯 嗯 放个两三天 但是要等它 嗯 完全的好的话 应该要在五天 五天这样 行吧 给它这里放了 吃点东西 先是这么饿 弄了一天呢 才把它搞完 哎 我现在非常期待它到这 弄好的样子 坐在这里 喝杯茶 好 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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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